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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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白粉 人家說蟑螂都不吃 所以我都不放 所以我用這個 好扎實喔 我試試看… 好扎實喔 媽媽妳這樣一份 對啊 真的耶 很重耶 看金牌主廚們 獨家傳授的美食料理秀 給媽媽美美主廚的私房小伙伙伴 想要輕鬆做料理 現在就跟著李宗我一起去取進 歡迎收看太太好刺激 我是李宗 今天我們太太好刺激 要來看各位媽媽解決問題 是什麼樣的一個問題呢 媽媽 妳給我看 聽一聽喔 我們在菜籍買了一大堆的配料 可能這裡用一些 那裡用一些 可是呢冰箱裡頭 這個剩一些 那個剩一些 我聽說今天這個媽媽很厲害喔 她可以利用這些零星的食材 做出一道美味的料理 現在馬上來去找她囉 公務人員退休的黃美祖媽媽 曾經是個家庭工作 兩邊都要兼顧的單親媽媽 愛享受美食的她 總是能夠把冰箱裡面 剩餘的食材做創意變化耶 像是這一道洋蔥絞肉海苔煎 就是她利用那些零星食材 變出的新菜色喔 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啦 因為冰箱剩的這些絞肉 還有就是洋蔥跟紅蘿蔔嘛 對對對 那我現在要做的手續就是這個 這個肉呢 加鹽 加一碗吧 直接先加鹽吧 調味就對了 對對對 那我這個是玫瑰鹽 為什麼會特別想要選這個玫瑰鹽來做調味 因為一般的鹽那個鈉的成分會含得比較高 那這個玫瑰鹽對我們身體更好 對 那我這個我要來餵一下阿紅腮啊 是 因為我發現啊 現在已經到很多媽媽家裡面 我真的覺得 大家在使用這種可能更精緻的鹽巴的比例更高了 當然這個不一樣啊 像這個玫瑰鹽喔 它不是海中那個啟的 它這個是叫鹽鹽 鹽鹽是說石頭礦 石頭裡面那個岩石的鹽啊 沒錯 它是整塊石頭 取出來的 加出來的 但是它的鈉含量 它講的大姐講的沒錯 它鈉含量少的話 對我們人體當中 就是不會負擔那麼重 對 會負擔那麼重 雖然同樣都是有鹹度 但是它可能那個鈉的含量啊 對 對我們身體來講是比較輕鬆一點點 沒錯 沒負擔 尤其喔 我們到了上一點點年紀的時候呢 更不要吃太重的鈉 對攝力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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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上了年紀又吃那麼多藥 所以攝的負擔已經夠重了 你又再加上的 飲食上更要注意這些 真的耶 現在很多媽媽在做菜的時候 對這種健康的這種要求更高了 對 所以這種就是所謂的鹽鹽就對了 對 因為一般我覺得用到這種玫瑰鹽 都是去吃什麼日式料理啊 對 比較精緻的餐點才會用到 沒錯 對 所以自己在家裡就可以把它做成一道很精緻的料理 對 沒錯 那除了加鹽巴之外還需要加什麼 我們現在其實是胡椒粉 胡椒粉 顏色看起來也有一點點特別 對 這個 因為東南亞他們這個胡椒粉都是比較好的 對 所以食材都會比較好 尤其是 這是屬於馬來西亞的 對 尤其印尼馬來西亞的胡椒粉 它是最有名的 對 又香 你看媽媽在她公司在加這些 它真的很香耶 對 還有喔 像胡椒粉的話 我們一般的媽媽都在那個超市買 其實以前傳統的話是在中藥房買 對 對 自己磨出來的 對 對 所以其實喔 真的是很香喔 在這些調味料的選擇上 我覺得媽媽當然家裡面可能都有一些 原本就有的 是 但是其實現在大家都越來越精緻 講究 媽媽只需要加這種鹽鹽跟胡椒粉就夠了嗎 沒有 還有一個很特別 很特別 一般這個弄這個絞肉 都是加醬油對不對 或者是 對 加醬油不然就加鹽巴 蠔油 蠔油之類等等 或者是裡面要有黏稠的話 就又加太白粉 太白粉 或者是打一點水對不對 對 那太白粉 人家說蟑螂都不吃 所以我都不放 所以我用這個 這不是番茄醬嗎 對啊 所以很特別吧 番茄醬跟絞肉拌在一起 嗯 而且是做事前的調味 對 對 媽媽妳怎麼想到這個 嗯 我這個人就會 天馬行風的亂想 我女兒就是我的 老老鼠 那她有平安的長大嗎 有 你看長那麼大 對 太多吃了 對 所以媽媽妳平常是在家裡就是還蠻喜歡研究料理的 對 對 然後會這樣做一些 像她這個大概是 300公克的絞肉 我看她剛才放大概是兩大匙 兩大匙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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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她絞肉本身 像她這個新鮮的絞肉 她本身就會有吸水性 嗯 所以她邊絞邊絞的話 她會把那些汁啊 對 吸進去 嗯 讓她這樣子黏稠的 比較有汁的感覺 欸 這個很特別耶 好 那我們這個先稍微醃一下 醃一下 好 大概要醃多久 大概也不需要很久啦 放一下下 5分鐘左右 差不多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開始用這個 這裡有是什麼 洋蔥 還有紅蘿蔔丁 是 好 然後我這裡面要加個 奶油 欸 是直接加進去還是說你現在炒的時候 加在這裡 那我為什麼要這樣子把它分開 為什麼要這裡拌一拌 這裡又拌一拌 那這個當然 這個洋蔥跟紅蘿蔔鍋吸奶油 是 絞肉裡面就有油了嘛 是 它的油跟奶油的油 是分開的 是分開的 讓它有一個層次感 有層次感 對 所以我現在就是拌奶油 對 雖然是剩菜 嗯 真的 現在我們已經把絞肉跟我們的 這要放進來了嗎 洋蔥丁還有胡蘿蔔丁都已經拌好了 對 接著要把它們結合在一起 對 沒錯 他們要變成好朋友 是 我現在想像說它這個絞肉啊 是 跟這個洋蔥啊 紅蘿蔔拌在一起 感覺好像也可以拿來包水餃 嗯 有沒有很像一個啊 對 包水餃 可以包煎餃 喔 包煎餃 因為洋蔥煎過會更香 但是今天這個絞肉它其實有點類似中西合併 對 因為很少我們會把奶油直接就跟 番茄醬 對 番茄醬 是 跟這個直接和絞肉他們把它拌在一起 而且是還沒有煎的時候 是 對 好 好 所以接下來拌勻之後呢 就拿 拌勻之後我們就是現在就是 海苔 拿海苔齁 拿海苔齁 薄薄的一層 對 薄薄的一層 來 好 這時候我們都會 這時候我們三個人 這個我們都有分工合作 所以我們一開始要先開火是不是 對 它的火火大概應該是怎麼樣 小火 小火 好 這個不可以太大火 大火的話 你那個肉都還沒熟 那要放油嗎 我這個是 不沾鍋 不沾鍋 這個油我覺得建議是說 只要你要放油的話 大概滴兩滴下去 你用那個紙巾 滴一下 滴一下 滴一下可能會比較 好 媽媽那接下來我們繼續包 你就來煎好了 我們來做這個 手工 對 我們這個做小弟的工作 來齁 好 您放下去 現在是小火 小火 小火 OK 我們就這樣拌過來放 所以是肉的那一面先朝下 對對對 為什麼我們要先特別把肉的這一面朝下 因為這個是生的嘛 那海苔是可以生吃啊 是 對 對 不影響 所以要先 生的先煎 那我們肉朝下 我在想說應該它是 豬肉本身它有油性 對 它這樣煎一煎 它會產生一點點的油分出來 它這樣子又可以 像食材藉油 必須油來 對 又像食材藉油 沒錯 對 好專業的名食 好專業 好厲害 現在已經聞到那個海苔香味了 很香 很香很香 而且我覺得它看起來有點像我們夾在那個漢堡裡面的那個肉 漢堡肉的感覺 對 我相信這個小朋友一定很喜歡吃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把這樣的一個餡料拌好之後啊 其實你也可以直接煎這個肉 然後夾在吐司裡面 都可以 夾在漢堡那個麵包裡面 對 都很適合 都可以都很適合 你看這樣子的延伸的話很多 你看 夾肉我們今天有剩餘的吐司 對 一樣這個拿起來有吐司在這邊烤一下 對 放在吐司裡面 就直接夾著吃 然後再加一點番茄啊 對 加一點那個生菜 對 將冰箱多餘的絞肉 以適量的鹽巴胡椒粉抓醃過 再用兩大匙的番茄醬來攪拌絞肉後 另外以奶油來混合攪拌洋蔥丁與紅蘿蔔丁 接著把兩樣東西再次稍微抓醃過 就可以均勻地塗抹在海苔片上 再來下鍋煎至兩面熟透就完成了 胡瓜好清爽喔 對 而且它的肉啊 吃起來都這樣嚼嚼 它還吃得到那個洋蔥的脆度耶 我們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 一種的吃法 還有另外一種的吃法 怎麼吃 你可以加這個奇異果 搭配奇異果這樣子 對 哇這個也算是看水果入菜了 對 更好吃 更好吃 真的更好吃 因為奇果它也是薄薄的 對 會有那個水果的那個水分 然後加在蝦上有一點點酸甜的感覺 對 很棒 真的 現在又講求身體要健康 少肉 對 多酥果 對 而且你看如果今天你是像男生比較怕酸 你換成黃金奇異果 對 多剛低 對不對 然後還可以順便補充維他命C啊 是 好棒喔 媽媽妳又教我一道了 蛤 蛤 阿好棒 應該要有貢獻啊對不對 好 好 好 OK 那我就 剛才看到媽媽的冰箱裡面有一些剩餘的食材嘛 我們今天就是盡量把剩餘的食材 處理掉 處理掉 因為我剛才看到它有魚肉 有一些蝦仁啊 有高麗菜啊 還有剩一個白煮蛋 白煮蛋啊 好這樣子 那我們就今天 還有那個 它的那個 蛋餅皮 對蛋餅皮 早餐的蛋餅皮 對 蔥油餅皮 那我們再來做一個 南瓜海鮮千層餅好了 欸 南瓜海鮮千層餅也是比較少吃到的一個口味 要怎麼做咧 我也是天馬行空啦 那這要怎麼做 OK好來 首先南瓜 首先這些食材呢 當然這些食材因為都是碎碎的嘛 對 所以我們當然是要把它做成 做一個組合的話 應該要把它 碎碎的 那樣的碎碎 哇 你看看 好扎實喔 我試試看 哇 好扎實喔 媽媽你 這樣一份 對啊 真的 很重耶 其實這個南瓜也常常買 一整顆也吃不完 也是可能切一半再吃而已 對啊 必然你這個南瓜喔 你把它吃清蒸的 這剩下一定會有剩下一些嘛 對對對 好你就把它那個蒸熱 蒸熱以後 好這樣我們把它蒸熱一下 焦皮蒸熟蒸熱了之後 蒸熱以後呢 我們把它弄成南瓜泥 蒸熟了之後 其實最好是趁熱的時候把它壓成泥 對 因為它的水分含量比較高 那其他的像高麗菜呢 切絲 因為我們做千層餅的話 因為煎的會比較厚 對 所以呢你盡量把中間的食材喔 先把它處理熟成 熟成 像這個千層餅啊 我們的餅皮呢 其實我們今天的千層餅 就是用加點蛋餅皮 對蛋餅皮 你有春捲皮也OK 其實你有 亂拼皮 還有那個吃不完的水餃皮也OK 水餃皮 那就做比較小一點點嘛 小小一顆 那這個就大 首先呢我們這中間的 我們先把它處理一下 我們先把它煎一下 所以要開火 對 對 不搖下去先乾烙它 對 乾烙它一下 對 這樣它有一個 中間到時候你煎的時候 你就不用擔心說 中間沒有熟 對 中間沒有熟 你稍微先煎它一下 稍微乾烙一下 上下是生的沒關係 好 旁邊我們就把它 烙一下 你看這個 我們稍微烤一下 它就熟了 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對 之前師傅有教過 因為有一個媽媽有教我們做 對 好 好 這邊我們再把它煎一煎 好 所以就是其實用無油的方式 讓它 把這個 溫度帶起來 對 這樣就熟了 好 這樣就熟了 好 這邊再把它煎一下 你做個有個兩三層就OK了 這樣就OK了 好 這個煎起來 好 那其他的兩片 我們就不用煎了 另外呢 我們也把我們的高麗菜 跟這個呢 稍微 稍微炒一下 稍微炒一下 我們放一點點的油 不要太多 用魚溫 這時候要炒掉的時候 對 再來加一些些 真的是一點點喔 一點點 好 這個稍微炒一下 好 桃花先稍微爆香 爆香一下 不要吃起來 煎到中間的時候 有一點點的 有一點點的那個菜色味 這樣子喔 好 好 這個高麗菜我們也把它下去煎一煎 而且我今天等於就是像我以前啊 如果是在家裡喔 我也是會去那個大賣場啊 買一包可能裡頭就有20片的蛋餅 好 可是我都只會乖乖的煎個蛋餅 對 謝謝 謝謝 好